大家好,我是Niko,我是这次CSR的主席 很感谢这次公司能够给我担任这个职位 与公司一起尽一份心力帮助这些需要帮助的中心 这次也是我们公司进入第五次的CSR活动 之前四次我们分别到了孤儿院、老人院跟幼稚园 所以我们这次决定到了喜乐儿特殊儿童传占中心给予帮助 大家好,我是喜乐儿特殊传占中心的院长 我是卢宇桑 那么喜乐儿在这里Johor Giant我们已经是五年半的中心了 我们是一间非盈利机构 我们帮助对象是来自这些单亲的家庭 还有加进经济能力有问题的特殊残障儿童 那么特殊残障儿童 其实在很多人的眼中他们都是属于很可怜的 但是因为从一开始我们都希望能够分享一个更有能力 更有力量或者我们所正能量的 就是这些特殊儿童其实他们跟健康孩子没什么两样 只是在他们的自身的出世的家庭的时候 可能就已经有出现了这个脑部功能失调的问题 所以导致他们没有语言能力 然而面对这个问题以外 他们还有比较严重的行为问题 还有这个情绪的问题等等 所以在这个12月我们决定与喜乐儿的小朋友一起度过不一样的圣诞节 就在上个星期我们也到了中心 与小朋友一起完成一副有意义的绘画 也与他们一起唱歌跳舞 还特别邀请了圣诞严人到现场分发礼物 除了陪小朋友度过圣诞节以外呢 我们也为喜乐儿目得了一万块 以及准备了一些硬肠用品来帮助他们 在今年10月我们也出席了喜乐儿所主办的赤上人会 感恩也看见SLP Malaysia CSR的责任 看见如何去影响了一整个公司的团队 如何身体力行的在关注这些弱势群 喜乐儿的小朋友今天也看见他们非常的开心 能够跟你们这些狗狗姐姐他们一起玩在一起 其实平常都是没有什么活动 那么有的话呢就是他们 我们就是欢乐快乐的小时 那么真的很希望你们能够 接下来的日子有空也能够回到喜乐儿 能够去关怀他们给他们一些快乐的陪伴 太可乐的起床 穿了一整个这些长度 因为有的大群共晴 现在是有联系的 今仲是有明的 赶上人有重要的 一整个员 想参考 有的运动 有的想法 我这三十年跟这一分 impaired声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